嗨 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影片要來教大家如何順利的按到鍵盤上的D鍵 就是這個D鍵 那鍵盤上這個D鍵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順利的按到 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反覆的練習 練習如何順利的按到鍵盤上面的D鍵 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要按到鍵盤上的D鍵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它 那在這麼多的英文數字 還有數字 還有這個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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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拼音裡面 你要怎麼找到這個D鍵呢 首先就是你必須先審視一下你的鍵盤 那你會看到 不是按這個delete也不是按這個enter 也不是按這個沒有東西的這個鍵 你必須要按到準確的這個abcd 這個d 如果是考試的時候選項選擇題 會寫abcj 也可以叫做j 那這個D鍵呢你就是這樣把手指頭放在這邊 順利的給它按下去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按到鍵盤上的D鍵 那希望大家可以反覆練習 就是不管是你要用食指 或者是中指又或者是你的拇指去按都無所謂 那常見的錯誤辦法 就是很多人會按不到D鍵 像之前就是有粉絲寄信給我說 他按不到他鍵盤上面的D鍵 那這個的話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避免一些錯誤的方法 比方說有什麼錯誤的辦法呢 比方說你用你的手指頭放到了D鍵上面 可是你不按下去 這樣子就沒有辦法順利的按到D鍵 就是你只是放在上面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人會把手指頭放在D鍵的上面 那沒有確實的碰到這個D鍵 就在D鍵的上面 然後這樣做下壓的動作 這樣子也沒有辦法按到D鍵 你必須準確的在D鍵這個上面然後往下壓 那其他方法像是你也可以拿筆去按 但是這個精確度就會差了一點 其實可以用很多工具去輔助 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知道如何順利的按到鍵盤上面的D鍵 那如果你覺得身邊有一些朋友 不知道怎麼按D鍵的話 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 讓他在家裡反覆練習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正確的方法 按到這個鍵盤上面的D鍵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訂閱按讚分享